第220章 雪旧武馆 当温暖的阳光再度突破迷雾,倾泻住身体上时,那已经是相当疲累的英之武馆的众人,顿时发出劫后余生般的欢呼之声。 他们进入迷雾森林不是第一次了,但这一次却是最为凶险的一次。 中途若非临动相助的话,恐怕他们这支队伍,就是得彻底地栽在这鬼森林当中了。 林栋站在马车上,感受了阳光照射在身体之上的暖意,脸庞上也是有着一些笑容。 他目光眺望,大黄菌,他终于到了。 林栋小哥,你先跟我们回大英城吧。 你初来乍到,我觉得还是在大英城待一会儿,了解一下大黄菌的地形以及势力分布的话,可能会更好一些。 能够走出迷雾森林,江雷显然也是颇为的高兴。 他笑了笑后,转头对着马车上的林栋说道。 文言,林栋略微地沉引了一会儿,然后便是点了点头。 江雷说得不错,他初来大荒菌,若是什么都不知道,就胡乱乱闯的话,的确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。 与其这样,还不如随他们先在大英城落落脚,也好趁机准备一些东西。 见到林栋顶头,江雷显然也是颇为的兴奋。 放众人好生歇许了一会儿后,方才再度启程。 一行车队带着满车的收获,对着大英城开去。 据江雷所说,大英城坐落在大荒菌的东北方向,这里略有些靠近边缘。 不过,这依然并不妨碍大英城的繁华。 这种城市从江雷的话语中,林栋能够感受到,恐怕足以跟天都郡的郡城相媲美。 而当车队赶到大英城时,于是接近了傍晚时分。 林栋站在马车上,望着那出现在落日余晖下的一座巨大的城市轮廓,眼中也是有着些许惊异之色。 这城市的规模显然远比岩城更为庞大。 大荒菌果然名不虚传,即便只是略微的靠近边缘的城市,都是如此的宏伟。 英植武馆在这大英城,应该是能够算作相当强横的势力。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大英城,林栋在心中想到, 虽然眼下这里只有着不到百人,但他却是看得出来,这百人配合极为默契,而且作战经验也是格外的丰富。 很显然,这英植武馆的成员战斗力颇为不弱,拥有着这般实力,即便是这里是大荒菌,但想来英植武馆在大英城的地位也不低。 车队在林栋的注视下缓缓开进大英城当中,而从周围一些行人对前方江雷那般恭敬的态度,林栋也是知道,他先前的猜测并没有出错。 车队开进城中,沿着宽敞的街道行走了将近十数分钟,然后一座占地极为辽阔的巨大武馆,便是出现在了林栋的视野当中。 在武馆大门之前呢,有着不少护卫,而当他们见到车队时,顿时惊喜地叫了起来。 然后林栋便是感觉到整个武馆骚乱了许多,黑压压的人头啊,自武馆之中涌来,看得林栋有些讶异。 这英制武馆比起青阳镇的狂刀武馆,的确是墙上了无数倍。 随着江雷他们回来的消息传来,很快便是有着树位,看起来像管事一般的身影,自武馆之内迎了出来。 馆主,您可回来了。 那些看似武馆高层般的人影,一见到江雷便是急忙地迎上,有些焦虑地低声道。 听到那些话,江雷脸膨胀的笑容也是减少了一些,现实挥了挥手,让他们闭口,然后偏过头对着江雪道。 雪儿,先带林栋小哥去休息一下,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。 爹。 江雪有些玲珑心,敏感地觉察到了江雷的神色变化,不由地轻声问了一句。 去吧。 江雷笑笑催促道。 见状,江雪只能笑着点了眼头,然后一对美目便是看见了林栋。 林栋公子,请随我来。 说着,他便是盈盈转身,对着武馆内兴趣。 林栋看了江雷一眼,也没有多说什么,而是跟了上去,与江雪并排走着。 诶,这小子是谁呀?大师姐竟然对他这么客气。 是啊,大师姐可是第一次对外人这么和善。 周围的那些武馆学徒啊,见到江雪对林栋那番柔和的态度,显然都是有些吃惊。 不少人各式话语中透着一些酸气。 看得出来,江雪在他们心中地位挺高的。 哈哈,似乎引起众怒了。 跟着江雪走进宽敞的武馆,林栋笑着道。 门言,江雪也是鸣嘴一笑,矜持而动人。 但林栋却是能够见到,齐柳眉间透着一丝忧虑之色。 英之武馆在这大英城地位不低,难道还会有麻烦? 林栋突然地问道。 对于林栋的问题,江雪被指紧咬料红唇,痴疑了一会儿方才道。 以前英之武馆的确是大英城最强的势力。 不过,最近半年中,有着一个名为雪旧武馆的外来武馆,也是在大英城驻扎了下来。 那些家伙,形式张狂,与我们英之武馆有过不少冲突,但他们的实力的确很强。 数字冲突中,我们英之武馆都未取得上风,这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。 长久如此下去,对我们英之武馆的名声,影响很大。 哦?文言林栋这才恍然?原来在说起此事的时候,江雷的面色略微的有些不自然。 林栋公子,客房到了,今日你先休息,你所需要的大荒军地图,以及各种势力分布地图等东西,明日我带你去城中采购。 江雪碎步轻轻停止,明亮的美目望着林栋,道。 还是叫我林栋吧,公子公子的听着肾的谎。 林栋笑着道。 听到这话,江雷雪唇角,竟然是出现了一抹浅浅的笑意,旋即点了点头,道。 早先休息。 话音落下,她便是转身盈盈而去,那般近乎大家闺宿般的气质,看得林栋有些发愣。 在森林中,她倒是没有发现,那有些冷淡与倔强的女子,居然还有着如此柔和的一面。 哎,先休息吧。 摇摇头,林栋推门而进。 至于英之物馆所遇见的这些麻烦,她会看看情况。 毕竟,她也算是受了一些照顾。 若是真到了那个时候,出手相助一下,倒也是可行。 反正,她如今孤家寡人,林家距离这里不知道几千几万里,谁也没有威胁她的本钱。 至于打不过,那跑便是了。 等到时候修炼强了,再回来报仇。 这些事啊,林栋想得很干脆,丝毫不以之为耻。 第二天,江雪早走的,便是等候在了房间之外。 林栋自然也不好让美人多等,略做整理,便是出门。 然后通往城中。 在出门时,又遇见了小烟烟,小丫头显得无聊,也是缠了上来。 江雪对于这个妹妹,显然也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,被她一撒娇啊,便是只能任由她跟上。 一行三人再加上小烟烟怀中的小盐,出了五管,然后便是直奔城中的一些交易处。 在这些地方,不仅能够购买到各种东西,甚至连情报等等啊,都是能够得到。 当然,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纯元单。 林栋此次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,只是一些大荒郡的详细地图等等。 他毕竟不能一直待在大英城,所以还得抓紧时间熟悉地形,以及诸多势力范围分布,免得到时候两眼一抹黑,乱闯乱撞。 在城中逛了一段时间,林栋便是将这些东西够全,当下也没有打算继续停留的心思。 其他的一些类似灵药灵宝等等的东西,他都是看不上眼,自然是不打算呼啊那冤枉钱。 虽然现在的他在狠狠地敲诈了迪家以及柳家一笔钱后,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富豪了。 而见到林栋购物完毕,身为路到的江雪也是微微一笑,带着林栋便是欲原路返回。 不过,就在三人走出交易场时,林栋却是发现他的步伐变慢了下来。 当下抬起头,顿时见到在前方的不远处正有着十数人迎面而来。 在这些人的胸口位置有着一枚武馆的徽章,徽章上绣着一头血色的秃鹫。 雪旧武馆? 劲壮林栋的眼睛微微一迷。 呵呵,原来是雪儿啊,真是好巧啊。 那群人的目标显然正是江雪,因此直面走来。 在那群人的当中处,一名男子手持折扇,漆模样看上去也就二十五岁左右,武馆有些阴柔,嘴角挂着的笑容,也是让人感觉到满身不自在。 走。 江雪美目有些冰冷地看了那男子一眼,然后偏头对着林栋低声道。 好久不见,雪儿难道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吗? 男子微微一笑,目光凝视着江雪,眼神的深处有着一些赤裸裸的光泽涌动,而其身旁的手下也是笑眯眯的排开,将江雪的路线堵住。 罗山,滚开。 见状江雪翘脸微寒,声音冰冷地喝道。 雪儿,这样说话对你可不好。 呃,你可知道嘛,我们雪旧武馆已经向你们英职武馆发出挑战了,我爹会和你爹相约武斗台,生死相斗。 另外,偷偷地告诉你,我爹在半个月之前呢,已经是进入了造行径大城了。 罗山手中的折扇轻轻摆动,轻声道。 造行径大城? 听到这话,江雪翘脸几乎刹那间,涌现了一抹苍白。 若真是如此的话,那这场比试,他爹的胜算几乎没有。 哈哈,姐儿,我对你的情意你应该知道。 若是你好好的跟着我,或许英职武馆还能有活路。 罗山目光盯着江雪那玲瓏有致的诱人郊躯,那模样就如同看待一只无路可走的小羊羔一般呢,炙热而渴望。 你做梦。 江雪气得郊躯颤抖,咬着银牙道。 嘿嘿嘿,你会来找我的。 罗山淡淡一笑,目光斜瞥了一眼,一旁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林洞,轻笑道。 类似这种货色,以后就别带在身旁了,我看着不喜欢。 呃,带着小阴阴就不错啊。 说着话时,罗山伸出手掌,摸着小阴阴的脑袋,眼中竟也是有着一些变态般的光泽在涌动。 坏人! 小阴阴使劲儿地挣扎开罗山的手掌,然后直接是一口咬了上去。 你! 被小阴阴一口咬在手掌上,罗山眼神一沉,手臂一抖,一道尽力涌出,竟是直接把小阴阴震飞了出去。 小阴阴身形倒飞而出,就在江雪撬脸巨变时,一只手掌却是出现在了其身后,然后将小阴阴稳稳地接了下来。 呵呵,有点本事啊。 见到那出手之人,罗山顿时阴阳怪气地笑道,其身旁那十数名的手下,亦是轰笑起来。 林栋看了这罗山一眼,也不说话,将手中的东西收入乾坤袋,然后自江雪身旁缓缓走过,留下一道淡淡的声音。 遮住小阴阴的眼睛。